好,在讲完这个SecureShell的基本伺服器设定之后 我决定还要再多加两段 跟SecureShell在实物上的应用上有关的几个重点 这两个重点呢 第一个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展现的视窗是有一点特别的 我并不是用全萤幕的方法来显示这个状况 这是有原因的,首先这个东西叫做Rsync Rsync这个指令,这个程式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 在过去的Linux跟Unix的发展上它都非常非常有历史 而这个程式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它就是同步 同步的时候是一种远端资料同步工具 意思是说,你可以把你的资料透过网路 不管是区域网还是网机网 快速同步多台主机之间的档案 也就是你把很多台电脑的档案 可以透过网路的传送 然后送到某一台集中的备份的伺服器 同步的目的不就备份吗 但同步比备份还要更进一步 因为你的设定的环境里面 除了同步之外 同步的动作可能包含了档案的增加 档案的修改 以及档案的删除 这是备份所没有办法带来的特性 所以同步这件事 用Async可以说在Unix上面的原油 已经非常非常久了 我们可以透过SecureShell 在传输资料的时候 是采取加密的方式 来把远端主机同步的资料 透过SecureShell来进行保护 这件事就很重要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 SecureShell做出来之后 它马上结合了Async 来帮助我们去进行 远端主机资料的同步 Async 这个R字字一变大的 小写 是一个硬碟中的 也可以帮你把硬碟中的目录 备份或同步到另外一个目录上 所以它不是只有远端同步的功能 你也可以透过 本机上的两个目录 来进行同步 同时 Async是用来替代 RemoteCopy Async Remote RemoteSync 用来替代 RemoteCopy 远端复制的工具 这个工具就跟我们之前讲过的S-Copy S-Copy一样 所谓的 它有一种Async演算法 这种演算法 它只需要传送两边档案不同的部分 它不是需要每一个档案都传送 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因为它可以满足你那种 如果你的两边档案都很大很多 每一次备份要花很多时间 因为你如果档案全部都要重传的话 档案很大很多就会花很多时间 反过来说 如果你只需要传送 每一个档案彼此之间不同的部分 那你的备份就非常快了 这是为什么这个程式这么重要的原因 比如说 我这一端档案被杀了 那一端同步时 我可以指定说 同步时 这边删除的档案 那边也删除 你也可以决定不要这样做 它并不是一种硬性的方法 所以你本地端档案杀掉之后 备份的远端 这个地方很可能怎么样 可以不用杀这个档案 这都是你可以调整的 R-SYNC原作者是Andrew Triswell 他是谁 他非常重要 他就是Samba的发明人 是有澳洲人 然后Paul Makara Mareka Makaras 他们现在由Samba ORG负责维护 R-SYNC支援大多数的 Unix-like system 所谓的Unix-like很简单 就是Unix类型的作业系统 甚至连Mac都算 那Secure Shell在应用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主要我们会用它来做几件事 它可以Mirror 这个映射 Mirror 就是这边有什么 那边也有什么 保存整个目录数 它可以成功的 维护整个目录数 或你一个目录 就是常常是你一个分割区 或档案系统 它可以把你一整个档案系统 备份或是映射到远端主机上 你可以很容易的做到 保持原来文件的权限 Permission Timestamp 时间错记 软硬连结都可以保留 它可以透过RSH Remote Shell 或现在的Secure Shell 传输文件 也可以透过直接连接Socket 就是连接UnixSocket的方式 用应用程式的方法 去做传输 然后 Support Anonymous Transmission 它支援匿名传输 让你的网站制作备份 也就是你要把你的某个网站 比如说是网页伺服器 网页伺服器上网站 你要做备份 你可以不需要在登录的状况下 去把人家的网站 或把你自己公司的网站 把它备份起来 在实际使用上面 我们最重要的参数就是A A Archive Mode 中文翻得不好 存档模式 Archive它有意思是 它把你的整个档案系统 或是整份目录数 完整的保留所有的属性的存起来 表示 它这里面已经加上了 有小R的递回的方式 递回R 递回处理纸目录 那就表示所有纸目录 纸目录的纸目录里面的所有的结构 通通通都会被存起来 L 保留软连结 P 保留权限 T 保留时间戳记 G 保留群组 O Owner 保留UID跟GID 小大D 保留装置档资讯 为什么会有这个装置档资讯 这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备份的是你的根目录 根目录里面就会有Device File 那Device File里面的内容 它是有必要去把它保留很多的属性的 可是这是以前的事情 现在Device木录里面的东西需要备份的可能性 可能低了一些 然后呢 我们现在所设定的方式是这样 我现在有两台主机 要它经过Secure Show进行远端同步之前 比较标准的方式 如果你要执行命令稿 先要对它做紧要交换 所以等一下先做紧要交换 那Async的写法跟Copy非常的类似 我们常见的参数有A 刚刚讲过V V是什么意思 V是详细的列出执行的过程 Z 传送的时候压缩 这太棒了 它不但它可以帮你把整个档案系统做完整的备份 它还为了加速在传送时压缩 传过去到那边时再解压缩 这样子你的网络速度跟频宽 它的需求就会更低 速度就会更快 进行远端所谓的远端两台电脑之间的备份的时候 是这样的 它的参数-1就是执行 执行后面Secure Show 那你要注意当你写这个指令的时候 Async AVZ 这是为了执行上的需求 事实上 如果你不需要V 那你也不需要压缩 写个A就行了 最常用就这样用 一个A就可以了 然后-1的后面加上指令Secure Show 把远端主机上面用某账号身份登入 读取远端主机 读取远端主机依照某账号身份进去 读取这个指定的目录 把远端指定的目录 call到本地端的什么目录上 这是一个你可以说它就是一个copy 但是它比copy还要好用 因为copy会全部call一次 R-Sync会很轻松的把两边档案有不同的地方比对的结果 就是不同的地方传过来 这是非常非常美妙的一件事 现在我有两台电脑 这一台IPA告诉你它是250 这一台IPA告诉你它是10号 25是我多做的不用管 10号它是10号 它是Desktop 10 然后呢 我现在眼前有一个目录 在SRV目录底下 它叫做Papers 如果你想要看内容 Papers的内容就是有一个Reprofile 有一个tar.bz2 这是一个压缩档 还有一个软碟片的印象档 就这两点小东西 我所在的位置是SRV目录里面 用root的身份 我将要把程式或是里面的所有的目录的档案 备份到optbackup这里 这里现在目前是空的 那我们实际上用起来呢 我就是要把我要备备份的放前面 它的目的地放在后面 那在这上面 为了加速中间的过程 最好是要做金钥验证 所以呢 我用root身份先回去 做金钥验证 检查一下 我有没有金钥 好 它现在没 我自己本身没有所谓的 个人用的root用的金钥 所以我写 secure shell-keygen-t-dsa 好 金钥组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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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 现在我本身的金钥有了 我把金钥传过去 好 secure shell copy id dash-i 我的身份是 iddsa.pub 送给root 在 192.168 192.168.0.2 5 这台电脑的账号上 密码 这样过去 好 密码 走文的身份 金钥已经转过去了 现在我开始做rsync r sync 所有 对象是 srv上面的 papers 要去到 对方电脑 192.168.0.250 的 写线 opt 的 backup 目录里 就这样 我 要备份的在这里 备份的目的地在那里 金钥交换 金钥交换 跟验证完 一下就跑完 东西就出来了 你可以去到这里面看一下papers 它的内容 它的内容就在这里 你看哦 dvd.repo 这个档案目前是1132 我现在做一个修改 srv的paper 在paper这里 vi dvd.repo 我在这里多加几个字 这是一个简单的修改 现在不是1132 是1138 1138 在远端这里 是1132 已经不同步了 我们来同步一次 跑完到这边来看一下 它变成1138 它只传送不同的部分 所以你的同步会变得非常的轻松 用金钥验证之后的好处是 你只需要写命令稿定时去跑 不需要回答任何的密码 这样子只要跑一条就行了 啪它就做完 啪就做完 尤其在你有很多电脑要管 你希望有一台电脑集中帮你进行备份的时候 你会需要这种东西 你也可以透过NFS写到远端主机的档案系统上面 所以你先挂好远端主机的分割区 或档案系统分享 挂好之后 直接用-A本地目录挂到 备份到远端主机的backup里面 在你执行参数之外 你要小心这件事 我们可以把远端主机的东西备份到我这里 我刚刚的写法跟这边相反 意思是把我的目录备份到人家那里 所以你会看到我的指令 Home是写前面的 也就是我要先写前面 然后在我的指定的主机上 也就是在我的画面里面 是这样的 我们先等一下回来继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